姐姐,你回去吧 等我进入西墓宗后 我会来找你和娘的 小姨 一眼望去 都是些凡夫俗子 这次来失恋的甚至还有小孩子 马云师兄 你觉不觉得 那人十分眼熟啊 这人不就是十年前那个马头 立天元吗 想不到他居然会来参加失恋 你向上禀报一声吧 他当年离开我宗时 似乎还惹了一些事 明白 小枝 你是和爹爹一起的叔叔 我带你上去 看看公子与小叶他们的失恋吧 好啊好啊 背着这么一大筐石头上山 到了地方人也就废了 可何况后面还有其他失恋 老太 别别别 我不偷见爽滑了 我老老实实进行失恋 新木宗失恋 不得投机取巧 一切同心 违规者 直接滚下山去吧 还是不行吗 又放弃 小叶 公子干嘛不帮帮他 还是个这么小的孩子 甚至筋骨都还是缺失的孩子 此时不帮才是对他最大的帮助 要放弃吗 又不放弃 哪怕爬 哪怕被这块石头压死 我也要爬到酒 何格 何格 怎么是个小孩子 看他失败吧 他这个样子 不可能继续下一关的 他能 你是什么东西 不过一个 这人怎么回事 他只是看了我一眼 我的心口 就好像要炸开了 我没事 我可以继续下一关的 赶紧去那边吧 恭喜通过入宗测试第一关 第一关考验了你们的体魄 而这第二关 将考验你们的心智 如此乱心动 两日内能走出者 进入最后一关 开始 你等等 他们和我说的时候 我还不信 想不到 还真是你这个马童啊 王师兄 你这个小畜生 怎么还活着 你们两个 难道是你 难怪你走后 石炎寒就有孕了 你就是那个不知廉耻 勾引少女的野男人 随风叔叔 就是那个人 把我和小夜关在朱眷 还逼迫娘亲 小夜和爹爹会不会有危险 得救救他们 你先去射 这里我的处 小只 小只你看那边 有飞机 叶将军 怎么人都不见了 先抓紧过试炼 好啊 就让那小畜生参加试炼 就算他进了西木宗 也会和你当年一样 永远只会是个 低三下四的杂役 我到时 一定会好好关照他的 确保他一定能 自成赋业 继续解码粪 哈哈哈哈 确认一下 我女儿儿子 是不是你抓的 当然是我啦 那两个小畜生 看着就暗眼 我不仅抓了他 我还特地安排 他们到了猪圈 为他们吃了猪食 提获了一把 真正畜生的感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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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之久 吵死 玄音宗与我心目宗 约定的大笔之期将近 若输了 今年还要交出 将近一半的宗门资源 偏偏这个时候 境内又突然有魔物横行 我心目宗积若已久 此刻内忧外患 若被十年前 镇宗之宝太野焚心术失踪 我能携得完整 也不至于 这场比试 本就是强买强卖 好在此战明面上 还是只允许年轻一辈比斗 至少能避免 玄音宗那几个老家伙出手 不如我们去请青云山 请求他们的帮助 获合镇住玄音宗 玄音宗是虎 青云山又何尝不是狼呢 但我年轻一辈 又有谁能出战呢 欣认圣女 洗礼并未完成 哪怕强行出关 实力也就灵绝境 恐怕 哼 要不是你女儿施燕寒 做出那种伤风败俗的事 被剥夺了圣女之位 我们又何必再重新培养一位圣女 导致如今的局面 她就是最大的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